接著我們看到的是甘六 這教過了 復習 你還記得什麼叫甘六嗎? 你還記得啥叫甘六嗎? 甘甘的六 甘甘的六 你說什麼? 包羈對包鋁脖子 那是為了做什麼事情? 隔絕很好 甘六就要做隔絕空氣加熱 我們目前為止學過誰的甘六 木材 木材的甘六 你還記得有什麼產物嗎? 叫你被固態液態氣態你還記得嗎? 它會產生固態液態氣態 然後氣態產物的重點是它可燃 氣態產物的重點是它可燃 剩下的就是木炭 碳 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要隔絕空氣加熱 我們也講過 你問為什麼不直接加熱? 木材為什麼不直接加熱? 因為你直接加熱會怎樣? 會燒掉啊 會可燃燒掉啊 就是鬼脈者要分解的產物啊 所以你直接加熱它就燒掉了 所以要隔絕空氣加熱它才會受熱才會分解 才會分解 所以這是我們學過的 那之前學的叫做木材的甘六 現在講的叫做煤的甘六 也一樣把它放到煤焦物裡面加熱 然後呢去會接得到一些產物 一樣 有氣態產物 壁態產物跟固態產物 好 一樣有這些產物 現在有這個清液氧化碳跟甲烷 這是古時候稱為的煤氣 古時候叫它煤氣 就是它從煤裡面得到的 然後這邊的液氧化碳它有毒 所以以前告訴你煤氣有毒 煤氣有毒 因為那液氧化碳有毒 吸弱了會死翹翹的 OK 所以你知道它還有一些其他的窄窄窄的東西 所以這叫氣態產物 那也有液態產物 有黑色的煤焦油 這叫煤塔 它是混合物 它可以提煉出一些化學藥品 之前學木材也是叫做焦油 另外一個木材它有一個重點叫做 它有個醋酸酸系 這以前考過要你背的事情 那最後就是所謂的煤焦 焦碳 煤焦碳 然後它就是碳 然後呢 比較純的碳 我們前面交的過程說 把它拿來幹嘛 煉鋼 煉鐵 煉人的時候 我們加它還當作還原劑 這是以前講過的 所以呢 前面交過一次叫做木材的乾六 現在交過一次煤的乾六 有氣態產物、物態產物跟液態產物 就把它看一下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看一下 就這樣 看看東西 大概記一下就好了 其實烤的也不多 烤的也不多 那煤的燃燒正常燒完就是二氧化碳 正常燒完就是二氧化碳 那如果你是燃燒不完全 就會變成一氧化碳 可是它有其他的雜質 所以淡氧化碳、硫氧化碳 有其他的東西 那這就是空氣污染物質 我們前面交過的 那剛才講那些礦物質啊 礦物質沒有燃燒 完全的碳 就變成飛灰 髒東西 飛灰 然後呢會讓你的 就像你的鼻頭裡面 會讓你鼻子變黑的那種 黑黑的那種狀況 飛灰 或者是說現在講的是懸浮為例 懸浮為例 漂在空中那些小小的細細的東西 懸浮為例 造成烏煙瘴氣 就這個 我們的硫氧化物 淡氧化物 本身就是空氣污染物質 會造成一些傷害 同時它溶於水會形成酸魚 地科的時候會再講一次 它會形成酸魚 那剛才講的 飛灰是一些漂來漂去的懸無為例 所謂的烏煙瘴氣 所謂的烏煙瘴氣 這裡跟你講說 煙煤又叫稱煤 燃燒之後容易造成空氣污染 那個 中國大陸過去很多都在燒這個 所以它有很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 有什麼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 現在在改善中 但是也不曉得會做到什麼程度 這樣子 其實這樣狀況 瞭解一下 這其實前面講 講空氣污染的時候講過了 OK 那麼煤有什麼好處 優點 用這個能源有什麼優點 有什麼缺點 它很便宜 成本低 成本低 便宜 好 安全性比較高 就是正常普通燃燒 不會有什麼放射性的污染 也不會太高熱 什麼什麼 比較安全一點 安全一點 因為成本低 所以呢 火力發電常常會燒煤 可是它會有一些忽然的問題 好 第一個開產困難 好 台灣過去產煤都是要挖到地底下 有地下生到 所以剛才有提過 發生過兩次重大煤礦災害之後 我們就不再生產煤了 很危險 而且它運輸很大 火運輸儲存都不是很方便 然後呢 它那些雜質啊 什麼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啊 會造成空氣的污染 那另外一個是 只要是燒炭都有什麼問題 你只要是燒炭的 產生就是二氧化炭 二氧化炭會造成一個什麼東西的增加 這應該是生物有交 藝化有交 地理可能也有交過的 四個字 然後四個字啊 非常快樂 很好 大家可以大聲一點 叫做溫室效應 這個是有關於 煤的一些評價 還有什麼樣的優點 跟什麼樣的缺點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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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land 還有 可以